环球网综合报道 2018年11月5日 外交部发言人黄春宁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问道 近日伊朗总统在金融时报刊文章 为补偿并缓解美国最先对伊丹边制裁的影响 欧方以及中俄提交 并落实伊兰自建议最终措施非常重要 中方是否已向伊方提交有关计划 主要内容是什么 华春宁 正如我刚才强调的 尽管过去半年形势 发生了很大变化 但包括中国在内对伊朗和问题全面协议 现有参与方始终本着负责任态度 指令于继续执行全面协议 维持与伊朗正常经贸合作 各方此前举行的两次外长会集齐联合声明军 表明了这一立场 当前形势下 我们希望相关各方都能从大局和长远出发 继续履行各自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 中方将继续秉持公正 客观和负责任态度 继续维护全面协议 做出不懈努力 记者问 中国是否已经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 华春宁 我刚才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 中方一挂反对单边制裁和长臂管辖 终于在国际把矿架下 开展正常经贸合作 合理合法 这一权利应得到尊重和维护 我们将继续维护和执行全面协议 同时坚定维护我们自身的正当和法权益